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摇领先了就请把摇领先打在弹幕上 包括声音之类的 对 我们用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收音结构 你们收音的东西呢 在相机里 内置 那不上头有个毛吗 那就是个毛 好 那就先开始新闻了 第一个车型 这个车我跟乐很熟悉 因为在前日成都市场我们的这个帮帮购上 是没少给这个宝妈 老太太 对对 老太太 宝妈推荐这个车 对吧 然后这个车是9月20号就要上市了 就是吉胡的考拉 然后它预售价呢 是133,800到171,800 这车你当时在车展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非常的喜欢 就是几个点啊 第一它的这个设计 不管是从外观还是内饰的设计 都非常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且没有那么的花少 就是它不是为了去夺眼球而设计成这样 你会感觉它每一个设计 都有它自己的一个实际的目的去这样设计的 包括它的这个左边 后门是这个常规的这种开闭方式 右边的呢就变成了侧拉门 对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内饰的 包括的一些这个无线充电啊 包括一些冰箱 对那些位置啊 包括座椅通风什么的 然后它的也有女王座椅 然后也有这种可移动的中控台 然后这个可以打开的小桌板 它是一个全方位为这种宝妈来服务的这么一个车 这车我看后边是俩座是吧 对对俩座 然后它这个座椅 它这个儿端间座椅呢 还是跟这个 我跟它销售聊 它说是高配的 是送这个座椅 然后这个座椅是电动的 就是可以转的 就比如说你往 孩子往里放的时候 你开门 这个座椅咔就转过来 就方便你放 然后你放完之后咔 座椅就转正了 就它会有一些这种设计 但是这种能转的座椅 其实也是能买到的 但是跟那种车的原厂配 肯定还是原厂配的会效果更好 现在一般都是手动的 有一按钮一按 然后前后 比如说你可以先让它面向车门 给它系好之后 然后再按一下 哇唧往前或往后 对 然后像这个车 它也会在用料上更注意 就是绝对 他们自己竟然能保证是绝对健康的 就是没有甲醛 对对对 然后它在车里会有那种杀菌灯 就是你只要车里没人 然后你就可以开启这个杀菌 就像每天可以给车里进行一个这种 杀毒 然后包括 过滤什么的 对包括热牛奶这些 对吧 你之前可能说 你得到L9 得到四五十万 你才能有这种带冰箱的车 去原厂带冰箱 然后人家这个都用更低的 这车估计 十来万吧 对吧 十五万以内 十二到十六吧 这个车的形态和那个爱安那一款很像 爱安外吧 还有那个比亚迪那个滴滴那个车 跟那个有点像 只不过这个是在这个母婴方向上 发了发了 其实它这只是一个方向而已 但是它这个形态摇身一变 对吧 我变成网约车也好 变成什么移动工作室也好 都是这三分钟的事 这个形态车 我觉得后排空间都巨大 这是电动车的一个优势 就是它可以不需要安装那些 传动轴两个轮 就变成四轮四角 然后它里面的堂就能特别大 所以说这个车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你看它还有一个三百四毫米的 上车低的踏台 其实也挺好的 就比如说有时候 你是就是有孩子之后 可能老家会跟着帮你看孩子什么的 比如你后头坐的是奶奶 或者姥姥什么的 上车也 翻译一下 老尖是北京话 就是老长辈 就是上上辈 奶奶爷爷 老老爷那辈 对对对 好 所以这个车呢 还是挺期待的 至少它的这些功能 不属于你说的那种 伪需求的功能 对对 属于是 你觉得是确实能用上的功能 对对 然后第二款车 是个 爱安的 浩博HT 欧一门加大马力 这个车的外形 确实是有点 一言难尽了 是吧 之前是浩博GT吗 那个 那个还 至少那个看起来还是挺酷的 对 但我不知道这个是照片比例的问题 还是说这车身比例的问题 我看完这个车 觉得小鹏G6真的还挺好看的 对 反正浩博的设计 一直以来来也是有点迷的吧 就是它 属于是我觉得在中文品牌 属于是第二档的那种设计 就是 你绝对说不上就是 它的外形能夺么当做一个卖点 它更多的 它可能是靠它整个广汽的大厂的这种 对吧 然后来做到一个 对背书 来做到一个基本的产品力 不错的产品力 但是它的外形 它的任何一款车 爱安各种车 对吧 它从来在外形上都只是 最多 说得过去 评价就是说得过去 中规中矩 没有说有一个车 比如像就是蔚来 说这车真好看 对吧 我因为这个外形想买这个车 爱安反正一直在设计上 差点 没有高级感 说白了 没有高级感 好 第三个新闻 路特斯 又一款一开头的这个车型 因为这也是路特斯的一个特点 是吧 他就要选各种一开头的单子 以密啊 对以密啊 之前那个跑车是以米拉 这个是以密啊 这个是一个电动的 基本上对标的就是 Tekan 然后什么那个 Panamera电动 什么奥迪的RSE2 GT 那几个车型 一个百万级的 百万级的这种 但说实话 我始终认为 就是这种电动的运动型车 是个伪命题 我觉得 第一你在赛道跑 可能就一管电就完了 嗯 你可能就第一圈 能跑出一成绩来 然后那其他的 基本上就是 晒小虫了 然后 你日常开着 我不知道 可能也可能是我没有到那个 层级 我理解不了这种事 这个车 我觉得外形比例有点奇怪 它有点太宽 那个长度上 不是很 帅 帅还是帅的吧 我觉得 因为这个车 它就是因为很宽 所以其实它的 你看光看这张图 你有点没法想象 它是一个其实5米2的车 然后中约3米的车 没有一个政策照片给你看 对 就是它其实就是因为它很宽 所以它显得相对 就跟詹姆斯似的 因为很转 所以显得不像是那么大的一个 有点那个四驱兄弟里边 那个巨无霸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 言之我觉得还可以 其实这种电动超跑 其实有时候你会 你想它其实 反而更接近于这种超跑用户的需求 就我也没有说我这个车 一定要 长途需 多跑 对 跑长途 我也没有什么 我就是在城市里简单开开 然后这个 对吧 然后甚至可能我都 甚至有人给我充电 这种 然后这个我也有 肯定有地库对吧 然后我们这高端地库 肯定也都能 装充电桩什么之类的 但是你这么说过来 我更不理解了 就是那些真正的 就好比说你拿一块电子表 说我们这个就是为了 模拟机械表在日常的使用场景 我们这个完全覆盖 机械表的使用场景 但人家机械表的目的 就是拿出来装 我可能都不调表 我可能走的时间 都不是这个时间 但是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是所谓的那个V12 所谓的V10 一起咚咚咚的一下 然后把我开的那种难受的劲儿 如果你把这些都去掉了 变成了一个电子表 那也就没有意义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 你就想象是现在刚出电子表的时代 那有钱人可能就愿意买 就是现在刚有电子表 对吧 比如刚有iWatch的时候 有钱人就愿意买 因为现在你买这种电动跑车 是代表说你是一个 比较能接受新鲜事物的有钱人 对对对对这么一个人 所以这个可能是他们存在的价值 但是等这个东西确实完全普及了之后 可能再买就就少了 就真正那种有钱 他们到时候就会去淘那些什么 九几年的零几年的跑车什么的 对吧 有道理 有道理 然后下一个新闻 这个车也很帅 帅了 全新雪佛兰的探界者 要出电动版了 帅了 这个车其实现在给到的信息并不多 是吧 对 然后有车长4米8 然后轴距是2米9 然后前后电机前面143 后边68 加起来就有个200千瓦左右 大概只有这些信息 我觉得路上选这个新闻更多的 还是因为觉得这个车研制比较在线 绝对被研制吸引了 就是你看同样都是贯穿式的灯 就怎么人家这个厂子稍微勾勒勾勒 就觉得特别酷特别帅 有点未来感特别强 就有一种机械战警的感觉 Murphy的感觉 是感觉这个电动这个时代 欧洲车厂感觉真是有点要掉退 包括新的这些设计 像上期你没戴的时候 我跟哥也就说很多新的新麦腾 什么新的武器新的衣衣 对对 就是感觉德国车真的有点 在新的这个时代上 设计上有点作妖 然后技术上呢也有点跟不上了 反而我觉得中系 美系英系 反而现在是有点有机会 感觉更有机会一些 因为之前美系 其实也是一直受到动力系统 对吧 反正其实一直说美系和英系 美系一直是亮大广宝 对 然后英系呢一直是设计最顶 对 像卫士这种 就是引领时代 他们其实就是动力上不如人家 德国那些3.0T8AT什么的 对对 2.0T8AT 所以其实这个时代 美系其实和英系反而是有机会的 甚至很多英国车给你同样的财富8AT 你也调不明白 对 对 你的方向机参数比德国车大 然后同样都是财富8AT 但是开起来就是不如德国车 对 你就说比如现在所有捷报的车和 DBA的同级被车 你怎么爆人新闻这号啊 就是全用同样的电动系统 全用同样的电池和电机 你可能就买捷报了 对 我肯定买捷报 对吧 有些同样的我可能就买路虎了 对 就因为之前避开了 避开短板了 之前那个汽油确实是有点不争气 对 对 但是我们也不是只聊电动车啊 你看下一个新闻 就是一个汽油车 这个Branco 是正式申报图了 然后我今天看到很多 这个同行也是发了这个车 它有大概五个配置吧 对吧 从最低配的是265 好像是R17 然后什么275 然后最后能到3 它的高配的三款申报车型 全是直接就用防拖圈了 所以它应该就是 对 整体一定会比较硬核 比较高端 对 这个其实是个好事 因为你看就是很多 怎么说呢 就是越野车 对吧 你拿到手里之后 如果你按照咱们的法律法规 你原厂的那个尺寸 是很难配到一个 真正能去越野的轮胎的 对 就只能改 对 你改了就违法 你变宽一毫米都是违法 所以说 这个这点至少说明了 人家园长就给你考虑到了 说我们这真正是要去下野地去干的 然后其实这个也是相关部门 法律法规是不是可以升级升级 对吧 都3202年了 对 而且从之前的Ranger的这个定价来看 就福特现在是福特纵横是吧 对 福特纵横 就福特他现在你知道吧 弄了一福特纵横 对对 我去那个展开看了 对 把这些越野的东西全都给整合到一起了 猛琴 还不要猛琴 所以人家现在他的整个玩 有点玩起来了 就是他这种 你看这个车在中高配 全都用这种大的防托圈 对吧 也有点明显能看出来是 要走这个玩家路线了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好事 而且 但是 唯一就是我在车展时候 跟他们厂家的人聊 他们说这个车 也可能是嘴硬啊 就说 说我们这个车 可不会像Ranger这么便宜了 说 因为我说Ranger 你们冰下都这样了 我说那这个车 是不是会有惊喜啊 他说你可别这么说啊 我们这个车 毕竟还是一个 全球的这个旗舰越野车 然后我们的价格呢 还是要对标木马人的 但是我觉得 他可能更多 还是想给我一个高心理预期 对对对 掉胃口嘛 因为毕竟他是这个国产了 我觉得他的价钱 我能接受的是30到40 我觉得是还可以 能到35到40 我觉得木马人就可以 对对 因为毕竟木马人 其实如果从官方价格来说的话 基本都得50加了 太贵了 45到50加了 就是贵的没道理这个东西 就是 我不理解 没道理这个东西 好 这个车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 然后他也说了 应该是明年上半年 好像会上 我这次车展办的 应该不是 就是年底的广州车展 应该还上不了 应该是明年上半年 但是这个其实有的时候 你的上市 就是你的动作 利索不利索 其实也能决定 你这车到底卖的好不好 对 可能你提前一个车展上市 跟你延后一个车展上市 你的销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就是时机嘛 对吧 对 入场时机 这个越野车是一个时机 然后这摩托车也是一个时机 对吧 以后这个江陵福特 一应起了 原来提到江陵福特 感觉 哎 都是那些那个 老三 特供 先是进口福特 然后是长安福特 最后一提 还有一江陵福特 以后国内的福特征途 我们就在江陵了 福特纵横 对 而且之前的江陵福特 确实是 你要去和他赛子店 体验很差 领域啊 就他赛子店里 一进你先摆一个 那个 那个 福特的面包车 全顺 对对 然后你就傻了 而且 你们去过那种商用车的赛子店 就是他的 整个服务标准 就是完全不是 大家平时去那种赛子店 那种标准 对 就是那种 有点对工的那种感觉 对对 工友 然后大家就是那个 工友 那个 那个 售后人员 都在门口 都在门口 那个 翘上 然后抽着烟 对对 都是那个感觉 那次我去保养那汉路者 就是有点惊到了 对 就希望这方面 还是能跟进一下 对 其实汉路者 也是 最近 就是 其实他声量很小 但是他特别保值 嗯 你们看过汉路者的二手价格吗 没有 特别保值 那个车 呃 在越野圈 反正也是口碑不错 可能还是硬栋货吧 对对对 好 下一个车 呃 小鹏的X9 也是这个申报信息曝光了 嗯 我发现这最近 小鹏和理想 真的是 老撞车 是吧 对 当时就是小鹏的G9 和理想的 789 对 就是碰撞 对 然后现在呢 理想是天天就在 预热他们那个Mega Mega 然后 就在此时此刻 朋友圈和微博都炸了 对对对 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 发一个熟悉的套 或是那个路透图 就是理想熟悉的路透图 对 是一不小心 一不小心 路过厂房就拍到了一个 对对对对 怎么就那么不小心 实际结构可能是 加着十辆 那个 加着十个那个 大相机 4K 怎么 韩老师一不小心 又去 离西厂工厂门口 蹲着走了 对 反正每次理想 就是有点打名牌了 反正我就知道 你们都知道 我这是自己发的 但是我就要用这种方式发 是吧 对对 是一个他们的一种营销方式 效果不错 效果不错 然后这个GX9呢 也是一个对标的一个旗舰的MPV 然后也是5米2 然后轴距是3160 然后前后电机呢 都是前电机是235 后电机是135 然后整个这个 目前有的信息就在那 不到400千瓦吧 但是我会对这种车 有一个疑问啊 就是我不知道 你俩开没开过009 就是因为我开过 体验完009以后 我无法想象 其他的任何品牌 出一个这种尺寸 这种定位的车 还能比009好在哪 他首先比009肯定便宜很多 我觉得对吧 009毕竟定位还是挺高 但理想那可不是 理想人说了就是50万级别 对理想那个是 但这个车我感觉 应该是个340万的车 因为你想他的G9 就是一个230万的车 所以注定了小鹏 他的这个X9 我觉得定位不会特别高 好 OK 那对 那这个有可能 然后那个Mega 他可能会 反正我听上次理想的 咱们的那个内部的人说 说是挺牛的 就是他们基本上 是把这种配置拉满 然后科幻感什么的 也会让你能get 就不是那种 就是一般的车型的那个感觉 还是让你有这种 在一个座舱里的感觉 不知道 我现在我现在完全提不到 因为我开009之后 我觉得那个基本上就到头了 就是你的舒适性 你的配置 驾控体验 还能 就是你知道那车开起来 就真的跟GTI一样 就给我感觉 就是操控又好 然后车身又稳定 这可能还是 驾驶辅助什么的 驾驶辅助啊 包括800伏充电 而且009充电速度 好像一般 而且009的内饰 我个人感觉 就那么回事 就是包括001 就是他们内饰 感觉还是有点糙 多点开花了 就是 反正我不觉得比李强 R9能差得拿 好吧 等它上市 好 然后来个接地气的车啊 这个领跑C01的增程版 然后像这次 我跟乐不是 都是在同一管 这个帮帮购吗 然后我们俩不是先后吗 就跟大家说 我们是错开了的 然后呢 真的看领跑的人超多 多 领跑C01 领跑C11 的人特别多 这个车之前 其实我们 也不能说试的不多吧 对吧 反正是在我们的 这种主流 认知的主流品牌中的边缘 它属于是 虽然一只销量很好 也试过 这个车 而且之前我们去 群羊岛那次 忘了是干嘛了 然后也 跑续航 跑续航 反正就是 也挺不友好的吧 对我 然后 但是我 后来我依然 也给别人推荐过这个车 就是我是觉得 你看这种车 其实我挺喜欢 它的这种销售逻辑 就是我就主打一个实惠 对吧 然后呢 我也不去天天叫嚣 什么史诗级了吧 什么历史最好吧 或者说什么排名第一 各种整排名 我不能 就给你玩一时代 时代代价格 然后让消费者自己选择 来了就买 对吧 你一看 是 确实是 我也承认 它做工 这操点 那不太细致 但你一看价格 OK啊 没问题 就这么一个感觉的一个品牌 领跑一直就是愣卷 对吧 对 就是我 从价格到车身尺寸 就是给你玩一愣吧 到配置 比你大 到电机的这个 比你长 然后到电池的量 对 就是我就是要全方位 比你还便宜一点 对 它就是一个小号比亚迪 其实 所以就是 其实对这个车喜欢的人 也跟当年最开始那个敌粉一样 其实真的是有一批这个 真爱粉 像那天我在帮帮购的时候 就带一个老哥 他就是想在成都跑 跑那个快车 然后他就是想买这车 所以他其实一直在跟那个销售沟通的 就是 就这个车有没有那个能 就是他们快车也有一个那种运营的一个资质 就符合那个运营资质什么的 然后他们一直在聊 最后基本上他也就订了这个车了 就是包括其实我家里人前一阵也有人问我领跑 然后就说 觉得这个车好像是15到20万里性价比最高的车 会给大家这个感觉 就这个车给我一种什么感觉 就像是汽车界里的沙县 小米 对吧 就是我给你玩一个亮大滚宝 你一看这一份饭12 鸡腿饭卖12 里面有菜又有肉 米饭还怎么着 还送个粒汤 你还要求他多好吃吗 你首先对他的预期就不会说 这玩意一定特好吃 结果你吃 还行 这味还行 就是这么一个品牌 所以我觉得他卖的好是有原因的 对 你看增长起四缸的对吧 对 一点五四缸 把这些你比较忌讳的全都能给你避过去 对 然后他纯电续航 你看就是大电池316公里 这再茫茫劲追上未来了 对 而且领导他毕竟确实也本来人家就是做安防的嘛 就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研发实力 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期待 期待试一下这车 期待 安排 然后下一个新闻森林人2.5是正式上市了 然后是24.98到26.58 这是六个本命车型 对 现在是之前是我的本命车 现在已经变成锅的本命车型了 为什么 我已经有意换一个大点的SV 真的假的 你把哪个换了 Cue我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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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级一下 升级 你要换这个车 不然就升级成奶爸了吗 那这个价格为什么不考虑L7啊 L7啊 你也不是差那四万块钱的人啊 不是只是备选 本来说这周来试驾车嘛 咱们说甜甜嘛 还是这个地妹不适合驾驭L7 这么大的车型 这车尺寸是比较合适 然后斯巴鲁 没有没有没有拥有过斯巴鲁 还是想拥有辆斯巴鲁 感受感受 值得拥有 值得拥有 这个车就是 如果你就是一挖的话 这个车就很完美 完美 对吧 你这车开到你退休 没问题 各种的都都可以 好 30这个车呢 过程反正还是挺感兴趣的啊 之前是 这一代刚出的时候 是2.0和2.0的混动 但是混动呢 对吧 我当年长测的 对 大家可以到时候看看那个视频 就是 我觉得他一混动 多少混了个寂寞吧 就是 油耗没降 然后动力没强 四驱变弱 但是他这没有carplay 有carplay 得有吧 有 有有有 有吗 有 没说呀 你的那个什么不都有 一续报不都有 这是老款的照片 对 所以就是 等来吧 等来 最后等于还是放弃了那个混动 回到了这种硬核的2.5 我觉得挺好的 而且既然续报都已经2.5了 这车没有道理不给2.5 对 对 所以值得期待一下 期待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摩托车新闻了 嗯 这也是上周 诶 上周吗 反正是最近吧 这几天对 一个很大的新闻 车坛地震 对对 就是这个杜卡迪的全息降价 其实这个事在发生之前咱们就已经在群里就看到了 是吧 对 其实已经有一个 但是只不过当时还是觉得有点不敢相信 因为他有的车型降价幅度还是蛮大的 对对 然后他这次呢 其实降价就是两种 一种就是确实的永久性降价 啊 官降呗 对对 官降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现实 从好像比如说从现在开始到今天年底 现到年底 12月31号 对对对 到今天年底的一个那种现实的限价 反正最多叠加就是35%左右 对吧 然后像 没有有优惠50%的 那就是更叠加了 大魔鬼 就大魔鬼是吧 鬼也有 因为鬼毕竟也是一个 换代了 对 换代的车了 X4V4的已经 对 反正这次比较值得 就是一个大魔鬼 然后一个是我刚才说那个 街霸的V2 是已经能到12万了 要知道之前的街霸可动不动 就是20万加 11万3000万 对对对 非常值 然后还有就是 那个雪橇 呆子 呆子X 呆子X 这个乐已经心动了 因为他前两天 试着那个诺顿901 对 就是他上周因为吃诺顿901没来 对 官方的价格是14 13万9千万嘛 对 那如果呆子X卖到12万5千6的话 那那个车基本没法卖了 但是那个车肯定也会关降 因为他的同胞的这个兄弟车型 790也好 890也好 现在都有很大幅度的优惠 都优惠到10万以内的790 对 反正现在就是 这个杜卡迪我觉得还是比较比较勇的是吧 就是也不那个经销商那个一点也点降了 咱就直接来猛 其实之前杜卡迪有些车型就已经折扣很大了 比如说魔鬼 我上次去保养的时候 那个我跟店里那老板聊嘛 就是我俩也算挺熟的 然后他就跟我说说现在这个迪亚波特别合适 你不考虑来一个 我说有多合适 他说 五折那么合适 他说反正比你想象的要合适 就是你让你与人 就有点有点那个古时候 点人从袖里握上手之后 就在拉扯 极限拉扯 对因为他得知道我是真想买 他才告诉我 然后我抱着心态就是 你得告诉我多少钱 我才能决定我是不是真想买 所以当时就有这优惠 只不过这一次呢 是把桌子掀了 但是有一点啊 有一点就是 我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越是这样 越先别买 就越是这样越不敢买 因为你不知道杜卡迪把这桌子掀了之后 它会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就未来肯定 我相信绝对还会有更多的厂商被掀掉桌子 对 其实这个就跟咱们当年说这个 BBA开始大降价之后 其实最伤的是 是本田丰田那些车 对 因为他比如把车从30降到22 25 对那你雅阁别卖了 对22 25的车真的没法卖了 对 所以现在就是杜卡迪把这个价钱 基本上降到了跟 其实跟本田差不多了 你看就是 现在你只要八万多块钱 就能成为尊贵的杜卡迪车主了 就是最伤的就是我们这种 买scrambler的人 就没法卖了这个车现在已经 是 不是现在二手车贩子也都伤得不行了 都伤了 二手车贩子现在我就问我那车卖 就收不收人家都是那种 要收也是特地价收 说你还是别问了 问完那个大家都不开心 对那种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有点生无可恋了 就如果对吧 这波关降现在还没完 没完 这波关降完全完了之后 所有直导 所有摩托车的指导价 可能都要跌去20%到30% 你知道现在贩子就是咬定了 有一句话吗 触底必将反弹 这是贩子们现在信封的一句话 就是触底了必将反弹 没到 没到 刚倒山音 摩托车确实是 它这个属性就在这 对吧 当你经济不好的时候 大家肯定会减少这种玩乐属性 对 因为摩托车就不是一个刚需的东西 它不像你买技术 你说我是做买卖的 我怎么着 我也得撑门面 我得买辆奔驰翼 对吧 所以BBA它相对就好过那么一点点 对 但是摩托车 那我本来买完奔驰翼 我还有点钱 那我还在买不买辆杜卡迪 这个就不好说了 这个就是大家的 这个娱乐型消费了 其实娱乐型消费不太抗这个 这种经济危机呀 或者什么之类的 所以大家不要再着急等等 我觉得最好的买车实际 应该是入冬 刚刚入冬的时候 因为加之所有的品牌都掀桌子 由上至下的掀桌子 掀完了之后 基本上尘埃落定了 然后又入冬了 价格肯定更低 所以那个时候买 应该是最好的 对对 我听说一个小道消息 就是说这个杜卡迪之所以这次这么降 是因为他们其实是在争夺这个杜卡迪 中国在全球的这个地位 就是因为现在好像中国的销量是 没事你大点声杜卡迪听不清 现在这个杜卡迪的销量好像是 就中国市场好像是全球第三 好像是低于美国和德国 好像是 德国会有人买杜卡迪吗 还是美国和意大利 或者美国和欧洲吧 它可能是一大大范围的 然后说对 其实现在 因为本来是想的是今年就能超过这些国家了 然后可能就立了个军令状什么之类的 感情超美了 中国这销量 是我也听说这个其实是 这次降价不是经销商行为 是厂家补贴给经销商这么干的 对对对 但是他们现在就是想 还是能在销量上 把中国市场的有重要性往上提 对对 挣不挣钱呢 就肯定挣钱了 肯定挣钱 但是咱反过来一句话说 我不是说替杜卡迪吹会儿吗 就其实整个的这个欧洲品牌的摩托车的价格 你去对比国外 它当地的官网的价格和中国的官网价格 其实算比较良心了 对 比那些日本车强多了 尤其是以本田为首的那些 这本田亚马拉嘛 对吧 本田亚马拉定价稍微都有点虚 对 所以你就像川崎似的 你看其他品牌 对都疯狂降价 对吧 哈雷什么的都降 但是你看 其实川崎没降太多 因为川崎其实本来 没什么空间 对就比本田什么的要厚到一些 对 尤其是本田 对 主要就是本田 说的就是本田 而且其实本田一直也在降价 对吧 从我当年买车的时候 你记得咱们去问 那也是卖的不好的车 对 CB650R 对 也不算卖的不好的车吧 CB650R 包括川崎的都比较不那什么 现在都和艾可金多了 其实要不是因为这次整个行业先桌的 我估计我这几辆车早就都换一批吧 嗯 原来都是快速出快速出快速入 对 现在这个流动性流动性危机了 停了停了 不卖了 就是 不卖就不赔 现在我们Scrambler车主又流行了一句话 不卖就不赔 对 就是我们你甭够报价 你报四万大五万大 不听 不听 我们就是十八万的车 自行成立一个不降价联盟 对对对 凯旋安反正也是 我那天问了问 就差点异口老血吐出来 行吧 咱们接下来聊聊买得起的 这个这周的互动话题 今天凌晨 这个苹果开发布会了 然后发布了iPhone15 然后这个这期的互动话题就是这个 大家你会不会换iPhone15 或者说前一阵华为新出的那几款新手机 你会不会换 还是说你要持续的用着你的现在的手机 然后也可以在底下多多的评论一下 咱们先来问问最需要换手机的 松哥 我这个十一啊 其实是在这里边是摇摇落后了啊 说实话 这早上我还是关注了一下 抛弃了一下这个产品力 发现确实没有一些革命性的 但是说实话这也到年头啊 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确实该换了 所以我应该是会换一个 对我们的工种跟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因为这个东西多多少少会成为我们的生产力工具 毕竟它那个镜头对吧 已经逐渐成为我们的生产力 对对对 主力工具了已经是 虽然说它相比十四没有多大提升 但是比我这十一应该是提升的太多了 什么五倍光学变焦啊 那摄像头明年看那个比这个大太多突出很多 那就是得Pro Max呗 就是它的顶配多了一个五倍的前望镜头 那个还是挺厉害的 而且你看比如说 但是现在就是有一点没搞清楚啊 就是它那个Type-C到底能不能跟咱这些线能一块用 如果能一块用啊那就方便多了 现在没有因为没有人拿真机对吧 所以可就不好说 不好说 一向打着环保大旗的苹果 对吧 你看咱现在什么GoPro啊 什么电脑啊 都是这个Type-C线 你从环保角度上来讲 肯定是它的线能通用所有的线最好了 最为它发布会上也一直在说环保 对对 但是到挣钱的时候环保就没有什么 Mother of Nature都来了 都不好使啊 对就没这我们就是我们这个为了环保 我们要做一种环保线 就是三百一根 太环保了 就跟其他都不混 可降解的 就理论上怎么着 它应该能跟它的电脑的线应该是能线能混用了吧 电脑也没给Type-C的线啊 有 我那个本现在是Type-C线 对啊 现在新的本都是Type-C了 但它最新的又换回去了 又换出那磁吸的了 嗯 不是 你是Type-C加磁吸 没有Type-C 我那Type-C能充电 但是不给 它只给了一个那个MagSafe磁吸的那种玩意儿 又回到了我的那个第一代的MagSafe磁吸 其实那个Mate60也挺想试试的 那个 那个我去两个店了 都没有 没有 洋机 加那个 这么 我说现在就电子茅台嘛 我不知道 就是它那个Mate那个X5 折叠屏那个 我看现在炒好几万了 五六万了 那个 是是 那时候有点 因为那个手机确实有点激发起大家的这个爱国情法了 不是 我一直没明白一个事儿 为什么华为都是爱国 它小米就不爱国 Vivo不爱国吗 不是 因为华为的CPU 自言啊 手机叫SOC啊 对 就这个CPU华为是自言的 之前呢 是它自己设计的 但是找台积电代工 后来美国就卡脖子了 说 这个是不给你代工了 然后它就造不出来了 不是一千多天吗 你看过吧 现在一说就是一千多天的等待 等于一天 一千多天之后呢 它跟这个中芯国际 就是中国的一个自己的 能量产手机芯片的这么一个公司 把这东西造出来了 就等于是 之前这个是一个 在中国来说是卡脖子的项目 现在给攻克了 所以说这个手机是有历史意义的 它是中国第一款 就是能自言的5G芯片的 高端芯片的一个手机 7纳米工艺的 就很强 是个里程碑 这手机确实值得收藏一个 就属于是 中国这个算是 这个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 一个版的补齐吧 就跟之前那个C919似的 或者是顿购机什么的 回头可以搞一个当备用机 咱们双持 咱们来一个 这个社会主义跟资源 很多这个评测也都说了 这个CPU它的性能 大概只有现在最新的 骁龙的80%吧 就更别说跟苹果比了 就是它其实性能确实 不玩游戏够了 对 就不玩游戏 确实够了 但是就达不到顶级的 现在这个芯片 因为现在人家都要三纳米 性能都溢出了 但是就是它的意义 确实很重大 就是一个 所以是 普及了 给我普及了一些 遥遥领袭 但是它有这个卫星通话功能 确实我那天看特别牛 就在飞进了万米高空 那天先拍了一下 说我现在在这个 一万米高空呢 咱试着卫星 然后卡卡连 卫星连接成功 我打一电话 是 我给哥们打一电话 我都看傻了 这功能确实还是挺强 因为之前你像 什么韩老师他越野什么的 不知道 他准备一个什么 卫星电话什么的 那这个 不一定能平替 但是这种是个 是个方向 备一份 多备一份 多一个生存 还是有它的这个产品力存 而且设计去 外形还是挺好看 虽然我对华为的UI 一直不太感冒 但是他这个手机的外形 还是可以 我今儿早上起来 就是刷朋友圈也好 刷微博也好 你记不记得 往年苹果只要开完发布会 长途立刻就都来了 但今天一个长途都没发现 为啥 我也发现了 是不是 就是因为他发布会 内容太少了 凑不上长途 有点发散可乘 对 你就发布了几个新机 15 15 Plus 15 Pro 15 Pro Max 然后换了几个 那个Ti的这个金属 然后呢 然后发了几个表 发了几块新的表 现在我看那个普通的 那个15和15 Plus 我都不知道 那是不是高刷屏都没写 不是高刷屏 还卡着高刷屏 反正就是 我忘了 反正苹果的刀法 比表属节还要精准 就是有的给的是 上一代Pro的处理器 然后怎么着 怎么着 说14X什么的 反正就是 反正手表也更新了 不是 对手表 握了一个 那个手势 那个 就是这个意大利人狂喜 韩国人狂怒 就是这个手势 对 所以 没意思 就是特没劲 就让我完全没有换手机的欲望 就是如果不是咱们这个工作 对吧 就咱们的整个现在生态有点被绑架了 对 就是大家互相爱着照 电脑 后期老师的电脑 爱着照 什么的 其实我其实早就有点想试试安卓机了 就是他可能不是那么 甚至可能没有苹果 但是你就想试一个新的生态系统 对吧 就苹果确实有点用麻了 你现在 没心意 关键你花了一万块钱 买到一个东西 你甚至都新鲜不了一分钟 我觉得就 这是特别不值 我觉得你干什么花一万块钱 也能新鲜一会儿 高兴一会儿 对吧 对 你这个真是一分 你就是导过来之后 就没有任何变化 无感 无感 完全无感 你说它是好吗 它其实也是好吃 省剧了你的学习成本 但是你说它确实 没什么新意 也确实没新意 对 所以如果大家现在换手机 大家想换 什么手机呢 可以是 想换什么手机 苹果 也可以是 也可以是华为 对吧 也可以是其他的 对 有什么 比如说 推荐给我们的 比如说视频拍摄能力 非常八群的 对 对 可以给我们推荐 推荐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 自己拍摄的机会 还是蛮多的 对 好吧 然后大家多多互动 然后接下来就是 这个音推了 这周的音推 可就有得了了 这周的音推 是苏菲大姨 Sophie Zomany 然后他们前两天 他们其实是个乐队 然后是个瑞典乐队 然后推出了一张专辑 叫Life in China 就是在中国的现场 的这个专辑 这个专辑 仔细听 能听到我的掌声和呼喊 因为我是去了的 然后推荐这个Go in Home 这首歌 因为前一阵我从 那个三八往回开的时候 在路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哇塞 那小号一起 浑身唧鼻疙瘩 就是回家那种感觉 就是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 听听哪个掌声是乐哥的 对 仔细听一听 仔细听一听 哪个掌声是我的 行吗 好 好 那这一期的 更新了 我知道 最后到这了 给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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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